那你们就从来没有见过面 电话都没打过吗 我们只是通过那个温宣网站的 站内线相联系 在我出国之前 我把何莱区这个ID注销了 后来 把连载的小说都删除了 这真是太奇怪了 那你这么做的真正理由呢 这 这就是你电话的 我没办法 这真是你电话的 这真是你电话的 我这真是你电话的 这真是为了他 你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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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把死了 你不能让你这种方式 找回你的 你电话的 你小笑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 我继续看一下 好 好 知道吗 我已经完成了一幅地图 那是关于你的地图 上面的每一个坐标 都跟你有关 也许有那么一天 你会带着我 走遍那些坐标 是我的 吞下了太多甜酸 更住喉咙 终于懂得 我想要的快乐 一天天一脸点收获 路已经难走 不退后也不强求 我想要的快乐 你今天一脸点收获 青春 主编 找我 手上的稿子放一放 先做这本书 这不是我们组的稿子 下组长 为什么你每次接到任务 第一反应都这么排斥 因为我们组的稿子 已经很多了 这是眼下最红的 经济学家的一本 常识性读物 一共三本 而阅读只抢中了 其中一本 所以 请发挥你们组 活力四射 拼命三郎的精神 一定要抢先在那两本 之前上市 好 知道了 那我先下去了 好 很抱歉 最近所事缠身回复不及时 如有合适的作品 请随时与我联系 愤怒的小鸟寄认 小鸟 我是何来去 三年前我们曾经联络过 你还有印象吗 当时我正在网上 连载我的小说 高总 您说得没错 为了拓展网络小说的业务 我们编辑部 其实早就开始行动了 已经和各大网站 取得了战略性的合作 我再做一个网络拓展部的构建 老周 我一向挺欣赏你 老陈持重 如果这个部门真的成立了 我想推荐你来全权负责 高总 感谢您栽培 对了 我想看一看 那个公共账号得有往来 我好更新一些数据 好的 这些账号你都打理得很好啊 这些账号你都打理得很好啊 都是应该做的 来帮我倒杯咖啡 好嘞 好嘞 啊 这是什么 对 对 所以帮你解释 对 对 好嘞 我操心 你能不能承开 愤怒的小鸟 你到底是谁啊 你就是愤怒的小鸟 是吗 你有事吗 没事 没事 你忙 你忙 我死了 主编 这个ID是你的 对啊 主编 这个ID是为了扩展这个网络文学那一部分 特意注册的 主编 我告诉你啊 社里好像要发展这个部分 高总都找我谈过话呢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ID你掌管多久了 掌管才不久 不久 不久 那这个ID之前是谁掌管的 前任主编 毕业课 之前都是他管理的 他走了以后就交给我了 毕主编 那他现在人呢 辞职了 据说是出国了 出国了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了 没有 我刚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书 我听你同事说 你已经不做销售员了 其实干什么都一样 你累不累啊 歇会儿吧 喝口水我帮你干 不行呢 要是一会儿被我们经理看见 我又要挨骂了 骂 他要敢骂你啊 我揍死他 你看啊 你又小孩子了吧 你要是真想帮我呀 就去南卫生间看看 帮我看有没有人 没问题 交业我了 你先休息一下 来 差不多行了 赶紧出来吧 那不行 我要把这里擦得跟镜子一样 你们那个经理也是男的吧 我要让他知道 今晚满就算擦地啊 也是最棒的 他不让你当导购员 是他眼瞎 等杰哥出来了 我们会用邮件通知你的 好 我受不了了 我要回家 我不要加班 我要吃好吃的 我要看电影 要不因为以默件 我就调到第二编剧组去 他们天天可闲了 耍呢 我们第二编剧组怎么闲了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要太忙好不好 就你还忙啊 一个月几本书啊 换成我啊 早就编完了 我好想念B主编啊 B主编在的时候 这时候肯定 给我们买宵夜了 有没有 河岸那个冷血动物 那个吸血鬼 就算我饿死在编辑部 他也不会敌我们的 有没有 好 不要抱怨了好吗 赶紧干活 我待会儿去你们吃好的 亲爱的夏宇摩同志 带我一个杯 我从来不带你们二字碗 你说这么好的女人 怎么就嫁不出去呢 是不是注定 我们女编辑的感情生活 一片空白啊 谁说的 人家B主编可没闲着 我感情不要太丰富好了 怎么了 B主编利用工作职本 随便再和一些网络作者 搞爱你呢 真的 我看看 愤怒的小鸟 这什么啊 这是咱们阅读的一个公共账号 之前呢是B主编掌管的 后来就交给我了 你看 怎么换了一个ID 何来去 何来去是谁啊 这么奇怪的名字 何来去就是这个 作者的网名 我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病人似的 每次一发发一大堆 我估计啊 就以网络剖名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兴奋 没什么 一磨姐 那个B主编有八卦 他在跟一个网名叫 何来去的作者搞暧昧 你看 还有好多新闻 你看看 何来去 我估计你怎么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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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有愤怒的小鸟子上个号 那是B主编走之前交给我的怎么了 你别看 走开 快走开 别看 走开啊 好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何来许先生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了 我现在能跟你说的话 只有一句 对不起 我不要听什么对不起 我要你马上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你在哪里 你要是真的对我 还有那么一点点建议 你就来见我 亲爱的小妖 你还真是一个迟钝的女人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从未离开 我每天看着你 踩着朝阳来到我面前 伴着星星从我眼前消失 你桌前的灯光 照亮我回家的路 你开朗的笑声 让我每天都迫不及待醒来 只为了尽快见到你 一目不歇视 拒绝所有使徒靠近你的人 而你现在 依然不知道我是谁 别自怨 何来驱 你耍活 怎么了 再来吧 谢谢 诌wind 2013 2013 2001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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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来 放那儿放那儿 不用你 你刚下班不用你 妈 我不累 你刚出院才几天啊 医生说了 你现在是贫血 需要调理 去给我躺着去 这儿不需要你 去赶紧给我躺着去 这孩子 这儿 婶儿 回来了 回来了 您接着我来吧 婶儿 原本 她回来了吗 这不刚回来吗 她看上去有点不舒服 这样吧 你帮我盯一会儿 我去看看她 一会儿吃饭啊 好 走 怎么了 这好好的怎么又哭上了 妈 没什么 妈知道你心里苦 你要是想哭 就痛快地哭吧 别憋着自己 妈 我不哭 我真的不哭 以后 我也不会再哭了 其实 我是高兴 傻孩子 哪有吊着眼泪高兴的 在妈面前吊泪 那不丢人 这个臭小子 咱们就只当他死了 以后啊 再不为他掉眼泪了 咱们的眼泪多珍贵啊 掉也得掉给值得的人 我才没有为了他掉眼泪呢 那 那你是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呢 还是太累了 妈 妈 快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都得跟妈说呀 在妈心里 圆满 但就是妈最贴心的女儿啊 没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 我就是伤心 我心里堵得慌 妈 这人哪 经过了大灾大难 以后的路啊 就平坦了 咱们家的好日子啊 那都在后面呢 天塌下来 妈一准给你顶着 我怎么办 怎么办 妈 我到底该怎么办 好 早上好 夏雨漠同志 你怎么把愤怒小鸟的密码改了 手机我用几天 你还真要呛行啊 夏雨漠我可告诉你啊 这可是B主编交给我管理的 而且我已经准备 全面向网络出版转型了 人高总监都找我谈过话了 我说你急什么呀 怎么样我都是你的前辈 那ID当时还是我注册的呢 行了行了 我保证不给你撬行 好吗 我就用几天 说话算话 没问题 老周 你今天是第一个进办公室的吗 对啊 怎么了 你看见有谁进来过吗 没有啊 莫小姐 早 你干嘛去啊 喝来去 你到底是谁啊 在我眼里 儿子女儿都一样 谁有能力 谁就能够继承阅读 你 要是被这个真理魁知道了 我这个离鬼可就没得玩了 啊 富贵显中求 不成为喝来去 夏乙漠这只小鸟 就不能飞到我的笼子里 只要河岸还留在园里 我就永远不得安全 进来 夏总 怎么 有事吗 这是下个月 去日本参加书展的材料 你看一下 来 坐坐坐 怎么没有何主编啊 我考虑到何主编刚来阅读公司 据我对他的了解 也许他可能不会在国内常待 所以我就 听说你跟他早就认识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很有才华 不过其他我也不妨别说 说说看呗 对 我个人看法啊 我觉得他可能 不太适合单人主编 为什么 首先是性格太孤傲 当然 多年的写作 让他一方面才华杰出 但同时又受了局限 夏总 这是最近全国图书榜单 阅读近期的书太过高端 所以在销量上稍显发力 图书发行为销量论 是时候应该改一改了 夏总您说得对 也许何主编另有计划 能够帮您把阅读打造成 全国第一图书公司品牌 那要不 我把何主编的材料再补上 让他下个月陪你一起去日本 不必了 你去忙你的吧 来 高经理 夏总在吗 在呀 为了去日本的事了 怎么了 我已经尽力了 夏总好像不太同意你去日本 怎么说 我知道你有点失望 但是也没办法 这就是阅读 我估计夏总还是会在夏总监去吧 毕竟是他儿子嘛 慢慢体会 我说我告诉你们今天肯定有宰价 你知道吗 他让我去宰价了 请你喝水 夏总监 林秀儀 夏总监 开门 夏总监 开门 死胖子 你 你们干什么呢 谁让你们进来的 废话少说 今天你非把经信息给我交出来不可 你们上次逼着我女儿跳河 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你们倒来劲了 出去 不出去 不出去 我拍死你们 跟你们说不在你们干吗呀 行 我报警 这 报警好 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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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 报吧 你要不报警啊 我们都得报了 带哥 看着 借钱不还还有理呢 报 好 你们歇会儿吧 啊 快 金正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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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琪 这 没人啊 有没有 没人 金正琪 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啊 有胆子借钱没胆子还 出来 喊什么呀 派出所可就在附近呢 你们要是敢胡来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派出所 不客气 吓唬咱们 听着来了 出去 行 走吧 大哥 走走走走走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贵哥 你怎么没要着钱呢 你不知道 别再进来了啊 就 就来 不是我不来拿什么钱啊 就是 大哥 你怎么那么怂呢 你不怂 大哥你怎么那么怂呢 你不怂 在哪儿呢 老不死的 死哪儿去了 给我出来 我在这儿呢 姐 姐 你个挨钱叨叨 你给我出来 你走了没有啊 走了走了 快出来 都是被你害的 现在怎么办呢 姐 事老如今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顾对白 我先撤 你 你撤了 我们这一家老小怎么办呢 姐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我越在家里待着 你们越有危险 我走了你们就没事 我先走了 对对对了 姐你 把家里的钱给我点啊 没钱我怎么跑路啊 我哪儿有钱 我 我哪儿有钱嘛 这样 赶紧凑钱 让健康把钱带给我 他知道在哪儿找我 拜拜 你 你等着你 看着你 怎么了 人还在外面没走 这可怎么办呢 干脆把你交出去得了 这样大家都安生 别啊 我的亲家久久 向下班 从三星走吧 有多远你滚多远 再也别回来 好 先看看 先看看 行 再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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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回去 回去 怎么了 餐厅也有他们的人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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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屋去 藏起来 别出来 千万别出来啊 真不客气啊 都喝上了 你男人欠了我母专个钱 我们带你这吃点 饿点 不是应该的 你呀 再上那后厨看看 有没有什么剩菜剩饭 要没有你给我做点新的也行 行了 别胡说了 那钱不是我借的 谁借的 你找谁要去啊 这个 白纸黑字啊 写得清清楚楚 你呢 要不不还钱 那这家店就是我们的了 你逗我餐馆试试 跟我们这儿急着白脸的 弄了就跟啊 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欺负您是吧 别闲着呀 吃啊 喝呀 来呀 喝呀 大婶儿啊 大婶儿啊 我要是你啊 现在就看见把这金镜鞋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我们也都不走了 咱看谁耗得过谁 行啊 那你就待着吧 你们都待着吧 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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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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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凉 袁凉姐 你又我来了 我来帮你啊 这么大的地方 你一个人不行的 一会儿让别人看见了 没事 没事 这里交给我 你去那边歇会儿 去去去去 袁凉姐 小丽 袁凉姐 我都自备小时工了 别乱说 看谁啊 脚带挺帅的 又叫男朋友了吗 哪有 真香 好吃 真地道啊 真好吃 吃 你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妈 这怎么办啊 要不咱报警吧 不能报警啊 不能报警啊 你爸是弄了假的产权证 骗担保来着 这要是警察知道了 那就麻烦了 你爸要做大劳 那怎么办啊 你现在这么多人 也不能让他们天天在这儿 白吃白喝的 您好您好您好 谢谢大哥 您想吃点什么呀 好 这个烙饼呢 是不是费了 只有跟他都传了 你 是不是 不吃 全都吃一口吧 吃一口吧 吃一口吧 我是说 再上个砂锅吧 丢啊 行了 鱼丸 我也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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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吃点吃 妈 妈您干嘛去啊 关门 打烊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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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别吃了 吃 但怎么回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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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 不干了 打烊 打烊 你这不老虎吧你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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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烊 打烊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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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 你以后别来帮我了 其实你也挺忙的 我再忙也要照顾你呀 别孩子气了 其实 我想换个工作 换工作 你不是很喜欢书店的工作吗 我记得以前袁包姐 让你去当寿楼小姐 你们俩还为这事 吵了一架呢 那是我傻 总以为守着书店的工作 身上会沾点文化气息 这样也算配得上你哥吗 可是现在呢 我群身上下 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 别泄气 袁门姐 你一定能成为导购员 买你喜欢的书 就算能成为导购员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那么大一笔钱 得卖多少书才能赚到啊 还有我呢 我帮你一起还 傻瓜 我真的可以帮你一起还 我算过了 我现在打两份工 一份保安的工作 一份家教的工作 所以呢 两份工加起来 我一个月大概能存个 一千多块吧 我还想过了 我不去听课 我再打一份工 那一个月我就能赚 两千多块钱 一年下来就有两万多 再加上你那份 一个月咱们俩加起来 就有三千多 那也就十几年的事吧 袁门姐 你怎么了 小致 有你这句话 我就很满足了 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袁门姐 你说 要是我们从小就在有钱人家长大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啊 像我们这样的人 不管怎么努力 都比不上别人生的好 袁门姐 你也别想太多了 其实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 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人的一生不能看一世 要看一辈子 到最后 还是会公平的 公平 要是原本应该生在有钱人家的小孩 沦落到穷人家 那他找谁要自己的公平 都说完了吗 所以你们俩就成天在我家门口站岗来着 是 那你说怎么着啊 你自己说 你爸是不是挺不是东西的 对 放心吧 我会替你们做主的 做主 怎么做主 都说了我做主 还用告诉你们呀 你们现在马上离开我家 等我消息 我一定会帮你们把这事摆平的 赶紧走啊 不走我可不管了 袁门 你怎么回来了 二姐 我们家都变成什么样了 我能不回来吗 你看都有人堵到家门口了 你那怎么又来了 你以为我想来啊 赶紧还钱 拿了钱 我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儿待着 对 我马上走 喊什么呀 我刚才怎么说的 赶紧走啊 我会还你们钱的 袁门 别逞强了 走不走啊 不走我走了 我走了以后你们可别管我要钱啊 说话算话啊 说话算话 袁门 以后大人的事你少管 你管得了吗 怕什么呀 你看我不是把他们打发走了吗 那是 今天打发走了 明天上门就只找你一个人了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呗 我也算立了一功 待会儿咱妈看见我 应该不会发脾气了吧 我可是功臣哎 存志哥你说是吧 是是 功臣功臣 什么 要回桑树渠 怎么着 你不是这家人哪 那要细说的话 我可已经嫁人了啊 我家不在那儿 我不回桑树渠 嫁人也不行 也得回 哈哈也得跟我们回去 谁都不许留下 一起回桑树渠 我可不回桑树渠 圆美 哎 哎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我好不容易才跑回来 干嘛让我回去啊 圆美 你 你回来干什么呀 不是让你准备高考吗 妈 考什么考啊 我都考了这么多年了 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再说了 这是我爸惹的货 要回去让他回去 哎 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你筋的 你还有理的你 你回来就是找打的你 打打打 你带我打的干得造反了 你还说打死我呀 你快回去的 我不喜欢那你 他真的是我的家人吗 打死你我 去 给我坐那儿 曾志 你带哈哈去写作业行吧 好 哈哈 来 还写什么作业呀 都回桑树渠的人 来 叔叔带你写作业去 行了 行了 一家人都在这儿了 都给我听好了 不管乐意不乐意 这桑树渠啊 一直得回去 谁要是不回去 谁弄自我得了 妈 其他人回去我没意见 到我们一家桑树回去干吗呀 哈哈不上去去 干吗 金刚不上班了 那你也得回去避一避吧 你看圆满都被他们逼得跳河了 那指不定以后 还有什么离谱的事发生了 你知道吗 哈哈那么小 先带他去避一避嘛 你们就请请假吧 等风头过去了再回来 圆满呢 圆满 你不舒服啊 二姐 你快劝劝咱妈吧 千万别回桑树渠 你会后悔的 你少说两句 圆满 你怎么了 肯定不开心了呗 都要回桑树渠了谁开心 你闭嘴行不行 圆满跟你似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赶快收拾东西回桑树渠 圆满 看书呢是吧 妈 你来得正好 我想跟你说个事 妈知道 你说冷不丁 让你们回桑树渠 那心里当然不乐意了 其实前几年吧 我就想带你们回去了 可是后来呢 你不是跟高存善 处对象了吗 妈就想啊 再熬上几年 等你一结婚 我和你爸就回去了 妈 我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我是想跟您说 行了 你就听妈的 就算妈求你了 好吧 这城里啊 不是咱们乡下人待的地方 咱们待不起 妈可能是岁数大了 怎么越待下去 心里就越没招没落的 离开乡下时间长了 要是不回去 那可就回不去了 哈哈 哈哈 饿了吧 稍微等一下 高叔叔做饭给你吃 姥姥说要带我们回三树渠 你知道三树渠吗 远不远啊 哈哈不想永远见不到高叔叔 哈哈 你别难过啊 桑树渠呢 是一个好漂亮的地方 它有好多好多的果树 夏天快到了 你可以去树树上摘果子 然后呢 去河里抓螃蟹 真的吗 那我要给高叔叔 摘好多好多的果子吃 高叔叔我二一想你了怎么办 你会想它吗 还记得这本书吗 三年前 因为这本书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从那一刻起 我不再是孤独地写作者 何来去 你出来 何来去 何来去你给我出来 何来去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何来 夏组长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这是不是你的书 是你对吗 你怎么了夏组长 现在整个月的公司 只有你和我 是不是你 这是最新的翻译版本 可是这个翻译太年轻了 语言方式不太地道 以后我们不能用这个翻译 这是你的书 不是 那你在这儿干吗 有东西忘了拿 回来拿一下 你怎么了 好 何来去先生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理由 跟我玩这种猫猪老鼠的游戏 明天 请你让我见到你 就在阅读图书公司的顶楼 不管你来不来 我都会在那里等你 而过了明天 这个世界上 再也不会有愤怒的小娘 i can segunda